我們參考一下這個67頁 簡報第67頁 但是我們不控制三色LED燈 我們就 直接控制我們那顆LED燈 可以嗎 可以齁 好 那麼 既然你要透過這個光明的強弱來控制 就會 用到我們一般寫程式 很常用的什麼 邏輯判斷 如果怎樣就怎樣 對不對 齁 所以 不管你學哪一種語言 這個如果 一定會用到的 一定會用到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邊喔 在這裡 回到這邊來 現在呢我們剛剛的數值在這邊 在這邊你可以繼續留著 沒有關係我先馬上停止一下 哪裡有這個邏輯判斷你看基本功能 有沒有一個邏輯 邏輯在這邊 如果怎樣就執行什麼事情 我就放在這個積木裡面喔 你如果放在外面變成他只執行一次嘛 要放在這個偵測 要放在這個偵測 光明電阻的這個裡面喔 如果 什麼條件對不對 條件就在下面這兩個 下面這兩個 有些人在這裡就會找錯地方 他會找到哪裡 數學室裡面的 加減乘處 哈哈哈哈 這是比較沒搞錯 但是我告訴各位啦 這樣是塞不進來的 但是我有遇過有同學 你要不要把他堵一擺 哈哈哈哈 你怎麼堵就是堵不去 人家都歪去 你就 所以 記得 如果放不進去 不要堅持 真的是弄錯了 好丟出來有沒有 如果什麼條件 我偵測到的光明電阻 我們剛剛講 積木可不可以複製 可以 我從上面可不可以複製一份下來 這個 這樣也可以 如果 偵測到的數值 小於 多少 對不對 那那個是一個數值 這個時候就要找數學室了 在這邊 就要找這個地方 這邊就不能直接打進去 其實用積木一個缺點就是 你的類型都要分得很清楚 所以不能說 我們寫成字就直接打了 對不對 但是在這邊就要分得很清楚 數字就數字 文字就文字 然後比如說 因為我現在沒有把他那個 沒有把他 轉換嘛 所以這個取得還是零到一支 如果小於零點 零點五好了 我用 再小一點 小於零點三 那我就把我的燈打開 所以我就來這個 燈 告訴他 我的燈要打開 相對的 否則 哪裡有否則 找齒輪 齒輪按下去 有沒有 否則 不是往下拉 是拉到旁邊 這樣了解 這裡 有沒有下面就多一個 如果你有更多條件 就否則如果 那如果錯了你就丟 丟回來 丟到這邊就好了 他就不見了 用完之後再把他按下 齒輪就收起來 所以不符合這個條件 就代表他可能 怎麼樣 是大於等於零點三 對不對 那我就把燈關掉囉 Ctrl加C Ctrl加V 也可以 把它關掉 所以我們就實際來測試看看 我把這個打開 好現在超過 現在是不是三十幾 所以不會亮 那我把這個燈 光明電阻遮住 有沒有亮了 拿開 是不是就關了 這樣簡單吧 因為 我們有偵測東西 有數值 你就可以加上 這種所謂的 邏輯判斷 那就給各位 試看看喔 谢谢观看